私立成高俭,太平公主之所爱也。 惠太后不愈,张昌宗恐太后一日宴嫁,为园中所诛,乃赠园中与简丝一云,太后老义,不若携太子为九长,太后怒,下园中,简欲,将使与昌宗庭辩之。 昌宗密尹凤阁舍人张说,录以美观,使赠园中,说许之。 明日,太后赵太子,向望及诸宰相,使元忠与昌宗参队,往复不绝。 昌宗曰,张说闻元忠言,请赵问之。 太后赵说,说将入,奉阁舍人南河宋警卫说曰,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不可挡邪陷阵以求苟免。 若获罪罪流窜,其荣多矣。 若是有不测,仅当寇格力真,与子同死。 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举也。 殿中是玉使纪元张廷归曰,朝闻道,细死可矣,左使留之己曰,无无轻使,为子孙类。 即入,太后问之,说未对。 元忠句,未说曰,张说玉与昌宗共罗之位元忠邪,说斥之曰,元忠为宰相,何乃孝伟相小人之言,昌宗从旁破去说,使素言。 说曰,陛下是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 陈经对广朝,不敢不以时对。 陈时不闻元忠有誓言,但昌宗逼臣时乌正之耳。 一知,昌宗俱呼曰,张说与魏元忠同返,太后问其状。 对曰,说常为元忠为一,周,一隐放,太甲,周公舍王位,非欲反而合,说曰,一知兄弟小人,图文一,周之语,安之一,周之道。 日者元忠出一子,臣以郎官网赫,元忠宇克曰,无功受旁,不胜残聚,臣时延曰,明宫居一,周之刃,何窥三平,彼一隐,周公皆为臣至忠,古今牧养。 陛下用宰相,不使学一,周,当使学谁邪。 且臣岂不知今日,傅昌宗力取台横,傅元忠力致足灭。 但臣为元忠冤魂,不敢污之耳。 太后曰,张说反覆小人,一并细致之,他日,更隐问,说对如前。 太后怒,命宰相与河内王五义宗共居之,说所值如初。 朱镜则抗书礼之曰,元忠肃称忠正,张说所作无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苏安恒义尚书,已为,陛下革命之初,人已为纳监之主, 暮年以来,仍已为受宁之主。 自元忠下狱,理相汹汹,皆已为陛下伪性奸鬼,嗜逐贤良。 忠臣烈士,皆辅必于私事而浅口于公朝,为五义之等义,徒取死而无义。 方经负义凡重,百姓凋敝,众以缠特专字,行赏失踪,且恐人心不安,别生他便,针锋于朱雀门内,问鼎于大明殿前,陛下将何以谢之,何以欲之。 一知等见其书,大怒,欲杀之,赖珠敬则即凤阁赦人还厌犯,著作狼鹿则为之谷保救的免。 丁佑,扁元忠为高药卫,简,说皆留领表。 元忠辞日,言于太后曰,陈老义,经向岭南,十死亦生。 陛下他日必有私辰之时。 太后问其故,十亦之,昌宗皆是策,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儿,中为乱皆,亦之等下殿,寇因自职称渊。 太后曰,元忠去矣。 殿中是御使景臣王俊赴奏申礼元忠,宋警卫之曰, 卫公信以得权,经子父貌微怒,得无狼背乎,俊曰, 卫公以忠获罪,俊为义所机,颠沛无恨, 景探曰,景不能申卫公之网,申父朝廷矣。 太子蒲崔真盛等八人见元忠于郊外, 亦之诈为告密人柴名状,称真盛等于元忠谋反。 太后使监察玉使丹图马怀素居之, 为怀素曰,姿势皆时,略问,素以文,请之, 忠实督去者数四,曰,反状较然,何激流如此? 怀素请柴名对质,太后曰, 我自不知柴名处,但据状居之, 安用告者,怀素据实以文, 太后怒曰,轻欲纵反者邪, 对曰,臣不敢纵反者。 元忠已宰相者观, 真盛等已亲故追诵, 若无以违反,臣实不敢。 习鸾步骤是彭月头下, 汉祖不以为罪, 旷渊中之行为如彭月, 而陛下欲诸其诵者乎。 且陛下操身杀之柄, 欲加之罪,取决甚中可矣, 若命臣推居,臣敢不以实文。 太后曰,辱欲全部罪邪, 对曰,臣致实于浅, 实不见其罪,太后一解。 真盛等犹事豁免。 太后常令朝贵宴吉, 一只兄弟皆位在宋锦上。 一只肃淡锦, 欲越其意, 虚位依之曰, 功方经第一人, 何乃下作, 锦曰, 财列为卑, 张卿已为第一, 何也, 天官侍郎正稿为锦曰, 忠臣奈何卿武郎, 锦曰, 以官言之, 正荡为卿, 足下非张卿家奴, 何郎之友, 举座耸替。 十字五三思以下, 皆仅是一只兄弟, 仅独不为之礼。 诸张激怒, 常遇重伤之, 太后之之, 顾得免。 丁卫, 丁卫, 以左五位大将军武幽移冲西京留守。 冬, 十月, 丙迎, 车架发西京, 已有, 至神兜。 十一月, 己丑, 突厥浅使谢许昏。 丙申, 宴于素羽台, 太子玉焉。 宫尹催神庆尚书, 以为, 今五品以上所以配归者, 为别赤真兆, 恐有诈望, 内出归何, 然应命。 旷太子国本, 古来真兆皆用玉器。 此臣众胜之己也。 左元突厥使剑, 太子应遇朝参, 只有文福下宫, 曾不降赤处分, 臣于为太子妃朔望朝参, 应别赵者, 望将莫赤及玉器。 太后圣然之。 史安辽欧阳倩雍众数万, 攻陷周县, 朝廷司的良力以赠之。 朱镜则称斯丰郎中培怀谷有文武才, 致以怀谷为贵州都督, 仍冲昭未讨吉时。 怀谷财及领上, 非书是以获福, 欠等银将, 且言, 为力所倾逼, 故举兵自救而, 怀谷倾其父之。 左右曰, 遗疗无性, 不可呼也, 怀谷曰, 无障忠性, 可通神明, 而旷人呼, 遂亦其淫, 贼众大喜, 归所掠获财, 诸动酋长速持两端者, 接来款付, 领外吸定。 试, 分命使者以六调查周线。 土藩南境诸部接盼, 赞普器努西弄自江吉之, 处于军中。 诸子珍丽, 九之, 国人立其子器立宿赞为赞普, 申七年矣。 则天顺圣皇后下长安四年, 甲城, 西元七零四年。 春, 真月, 丙申, 策拜又五位将军阿什纳怀道为西突厥时姓克汗。 怀道, 胡瑟罗之子也。 丁卫, 毁三阳宫, 以其才作新太宫于万安山。 二宫皆五三思建议为之, 请太后美灵信, 功费圣广, 百姓苦之。 左时一如葬用上书, 以为, 左右近臣多以顺义为中, 朝廷据了结以范武为戒, 至陛下不知百姓失业, 伤陛下之人。 陛下臣能以劳人为辞, 发致罢之, 则天下皆知陛下苦己而爱人也。 不从。 藏用, 臣庆之弟孙也。 人子, 以天官侍郎为四吏为凤阁侍郎, 同平张氏。 下官侍郎, 同凤阁鸾台三品李炯秀颇受贿赂, 兼查御史马怀速和奏之。 二月, 鬼害, 炯秀扁鲁洲刺史。 人参, 郑建大夫, 同平张氏诸竟则以老吉之事。 竟则为乡, 以用人为先, 自于细物不知事。 太后常与宰相一级刺史, 县令。 三月, 己丑, 礼乔, 唐修景等奏, 窃见朝廷物议, 远近人情, 莫不重内官, 亲外职, 美除寿木薄, 皆在三批宿。 彼来所欠外任, 多是贬类之人, 风俗不成, 时有于此。 望于台, 阁, 寺, 监妙俭贤良, 分典大洲, 共康树基。 臣等请错进士, 率先俱了。 太后命书名探之, 得为四例及御史大夫杨在斯等二十人。 鬼四, 至各以本官俭孝赐史, 四例为汴州赐史。 其阵姬可称者, 为长洲赐史薛千光, 徐州赐史司马金黄而已。 丁亥, 喜平恩王众服为桥王。 以下官侍郎宗楚克同平章式。 凤阁侍郎, 同凤阁鸾台三品苏为道夜归葬其父, 至周献公葬式。 为道因之清毁香仁木田, 亦史过渡。 监察御史萧至终合奏之, 左谦房周赐史。 至终引之玄孙也。 下, 下, 四月, 仁虚, 同凤阁鸾台三品为安时之纳言, 李乔之内时事。 太后信心太公。 太后赴睡天下森尼, 作代相于白丝马板, 令春观尚书五幽宁简笑, 弥肺俱意。 李乔尚书, 以为, 天下编户, 贫若者众。 造相前见有一十七万余名, 若将散失, 人羽一千, 记得一十七万余户。 整姬寒之碧, 沈劳义之情, 顺诸佛慈悲之心, 沈盛君亭玉之意, 人神虚悦, 功德无穷。 方作过因缘, 岂如简在果报。 监察玉使张廷归上书简约, 臣以实证论之, 则宜先边境, 续福库, 养人力, 以示教论之, 则宜救苦恶, 灭诸相, 宠无为。 福愿陛下茶臣之余, 行佛之意, 勿以礼为上, 不以仁废言。 太后为之罢义, 仍照见庭归, 申赏为之。 凤阁侍郎, 同凤阁鸾台三品遥远重以母老顾请归室, 六月, 新友, 以缘重行相王府长使, 致未并同三品。 以仇, 以天官侍郎催玄同平章使, 赵凤阁侍郎, 赵凤阁侍郎, 同平章使, 简孝辩周次使为四立复兴太公。 丁丁, 以礼乔同凤阁鸾台三品。 乔自请解内使。 仁武, 以湘王府长使遥远重奸之下官上书, 同凤阁鸾台三品。 丁, 七月, 丙须, 以神兜赋留守阳在思维内使。 在思维乡, 专以产妹取荣。 丝里少青张同修, 一只胸也, 长照公卿宴集, 酒憨, 细在思约, 阳内十面四高丽 再思欣然 即剪纸铁金 反披紫袍 为高丽五 举座大笑 十人或玉章昌宗之美曰 六郎面四莲花 再思读曰 不然 昌宗问其故 再思曰 乃莲花四六郎儿 家五 太后还公 以为 思礼少清张同修 便周次使张昌齐 上方少监张昌宜 皆坐张下狱 命左右台共居之 丙申 赤 张一之 张昌宗作威作福 义命同居 辛丑 思行正甲敬言奏 张昌宗强势人田 应珍同二十金 至 可 以四 玉使大夫李成家 忠诚还宴犯奏 张同修兄弟 赃贡四千余名 张昌宗法应免官 昌宗奏 臣有功于国 所犯不至免官 太后问诸宰相 昌宗有功呼 杨再思曰 昌宗和神丹 圣公福之有宴 此莫大之功 太后曰 赦昌宗罪 赴其官 左补却带令严作 两脚胡腹 以姬再思 再思出令严为常设令 并五 下官侍郎 同平张侍宗 楚客有罪 左千元周都督 冲林五道行军大总管 鬼丑 张同修 匾齐山沉 张昌宇匾博望尘 链台士郎 之那言是 同凤阁链台三品为 安时举奏张一之等罪 赤富安时及右数子 同凤阁链台三品堂 修井居之 未尽而事变 八月 贾盈 以安时兼 简孝扬州长使 更申 以修井兼幽营都督 安东都护 修井将行 密言于太子曰 二张是宠不成 必降之乱 殿下一辈之 湘王府长使兼之下 官尚书是 同凤阁链台三品堯 原虫上言 陈氏向旺 不宜点兵马 陈不敢爱死 恐不易于亡 新有 改春官尚书 于如故 原虫自原之 石突压 石突厥赤裂 原虫返 太后命 原虫已自刑 突厥莫 错记 和亲 雾银 使浅怀 阳王 五言 秀 海 九月 九月 人子 以摇原之冲林 武道行军大总管 新有 以原之为 林武道 安抚大使 原之将行 太后令举外司 堪为宰相者 对曰 张俭之城后 有谋 能断大事 且其人已老 唯陛下即用之 东 十月 甲须 以秋官侍郎张俭之 同平章式 十年且八十以 以害 以为四例 俭校 为周刺史 于如故 人武 以怀州掌史 河南房荣 同平章式 太后 太后命宰相 各举堪为原外郎者 为四例 见广武令 曾希曰 但恨其伯父 长欠为类 太后曰 苟或有才 此何所类 遂拜天官原外郎 由是朱元作者 使得禁用 十一月 丁亥 以天官侍郎为陈庆为凤阁侍郎 同平章式 鬼卯 陈军祭九 同凤阁鸾台三品李乔霸维的官上书 十二月 贾银 是大族以来 新至官并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丁臣 凤阁士郎 同平章式为四例 霸为陈军祭九 简孝为周刺史如故 以凶陈庆入相顾也 太后请及 居长申愿 宰相不得见者泪月 为张一之 昌宗世策 吉少监 崔玄伟奏言 皇太子 相望 仁名孝友 族式汤药 恭敬示众 福怨不令异性出入 太后曰 德卿后义 一知 昌宗见太后几度 恐惑几己 引用党员 应为之辈 旅有人为非书及榜 其事于通渠 云 一知兄弟谋反 太后皆不问 新卫 许州人扬元寺 告 昌宗长照 术宗世里 红太战相 红太言昌宗有天子相 劝于定州造佛寺 则天下归心 太后命为 臣君庆及私行 清摧神庆 欲使忠臣 送景居之 神庆 神迹之地也 臣庆 神庆奏言 昌宗款称 红太之语 寻以奏文 准法首元 红太妖言 请收刑法 谨于大理 臣封全真奏 昌宗旁荣如是 赴照术室战相 治愈何求 红太称宗 红太称氏的唇 前 天子之卦 昌宗躺以红太为妖望 何不及直送有思 虽云奏文 中世包藏祸心 法当处斩破家 请收富裕 穷礼其嘴 太后久之不应 谨佑曰 躺不及收戏 恐其摇动众心 太后曰 轻且停推 似更简祥文状 警退 左时宜将兜礼拥静 曰 向官送警所奏 治安设计 非为深谋 愿陛下可其奏 太后不听 寻赤锦阳州推案 又赤锦案 幽州都督区 凸中祥赃屋 又赤锦妇 李乔安府拢 属 警皆不肯行 奏曰 故时周县官有罪 品高则是御史 悲则监察御史案之 忠臣非军国大事 不当初始 金龙 属无便 不时陛下浅臣出外何也 臣皆不敢奉制 私行少清还验犯上书 以为 昌宗无功何宠 而包藏祸心 自朝其旧 此乃皇天将怒 陛下不忍家诸 则为天不祥 且昌宗祭云奏器 则不当更与弘太网还 使之求福攘哉 是则出无悔心 所以奏者 你事发则云先已奏成 不发则四时为你 此乃奸成诡计 若云可舍 谁为可行 旷世已再发 陛下皆是不问 使昌宗义自负得计 天下义以为天命不死 此乃陛下养成其乱也 苟逆成不诛 设计亡以 请赴阮台奉阁三思 考尽其罪 书奏 不报 崔玄伟义履以为言 太后令法司义其罪 玄帝司行少轻便 处以大辟 宋锦妇奏收昌宗下语 太后曰 昌宗以字奏文 对曰 昌宗为非书所逼 穷而自成 是非得以 且谋反大逆 无容守免 若昌宗不服大行 安用国法 太后温言解之 谨深色于立曰 昌宗分外成恩 成之言出或从 然亦积于心 虽死不恨 太后不悦 扬在司孔其五指 据宣斥令出 谨曰 圣主在此 不凡宰相善宣斥命 太后乃可其奏 遣昌宗一台 仅庭立而暗之 是未必 太后浅宗使赵昌首特赤设之 谨探曰 不仙己小字恼裂 父慈恨已 太后乃使昌宗一谨谢 警惧不见 左台中陈环宗一谨宗 佐台中陈环艳犯 右台中陈东光元树己 共建瞻士司 执执阳桥为遇史 阳在司曰 乔布勒伯基之刃如何 艳犯曰 为观则人 岂必待其所遇 所不遇者 由虚与之 所以长难尽之风 亦造求之路 乃卓为右台式御史 乔 修之之玄孙也 先是李乔 崔玄伟奏 网属革命之时 人多逆劫 遂至刻薄之力 自行酷法 其周星等所和破家者 并请雪眠 私行少清桓 厌范又奏臣之 表书前时尚 太后乃从之 中宗大和大盛 大招孝皇帝上 则天顺盛皇后 下神龙元年 以四西元七零五年 春 真月 人武朔 涉天下 改元 自文明以来得罪者 飞扬 玉 博三州及诸反逆魁首 闲涉除之 太后吉 太后吉盛 灵台 监章一之 春 官 侍郎 张昌 宗 居中 用事 张 简之 崔玄伟 与中 台 又 陈 敬辉 私行少 清桓 厌范 湘 王 辅 司 马 原 树 己 谋 朱之 简之魏又 与灵魏大将军 李多作曰 将军今日富贵 谁所至也 多作弃曰 大帝也 简之曰 经大帝之子为二数所为 将军不思报大帝之德乎 多作曰 苟立国家 为相公处分 不敢顾身及妻子 应指天地以自事 遂与定谋 初 简之与金府常识 闻襄阳 原演相待 同泛江 至中流 与吉太后革命士 原演凯然有匡妇之志 即简之为乡 引原演为又与林将军 魏曰 君颇即将中之言乎 今日非清授也 简之又用厌范 辉吉又散其 侍郎李战阶为佐 又与林将军 为以进兵 一支等一具 乃更以其党五优 以为又与林大将军 一支等乃安 而而遥远之自领五致都 简之 燕范相未曰 世纪已 遂以其谋告之 燕范已是白其母 母曰 忠孝不两全 先国家可也 时太子于北门起居 燕范 辉夜见 密城其策 太子许之 鬼华 简之 玄 燕范与左威 魏将军薛斯行等 帅左右与林兵五百余人 至玄武门 潜多座 战级内直郎 驸马都为安阳王 同角义东攻迎太子 太子宜 不出 同角约 先帝以神器赴殿下 横遭忧费 人神同分 二十三年以 今天又其中 北门 南亚 同心协力 以今日诸凶术 赴礼士设计 愿殿下暂至玄武门 以赴众望 太子曰 凶术 臣当一灭 然上体不安 得无精达 诸公更为徒 李战曰 诸将向不顾家族以训设计 殿下奈何欲纳之鼎或呼 请殿下自出指之 太子乃出 同角福报太子上马 从至玄武门 展观而入 太后在迎仙宫 简之等展一支 昌宗于武下 敬至太后所请长身殿 环绕侍卫 太后惊起 问曰 乱折谁邪 对曰 张义之 昌宗谋反 臣等奉太子令诸之 恐有漏谢 故不敢以闻 称兵恭敬 罪当万死 太后见太子曰 乃如邪 小字记诸 可还东宫 燕范敬曰 太子安得 更归 习天皇以爱子托陛下 今年此以偿 久居东宫 天义人心 九思理事 群臣不忘太宗 天皇之德 顾奉太子诸贼臣 愿陛下传位太子 以顺天人之望 礼战 义辅之子也 太后见之 未曰 如意为诸意之将军邪 我于辱父子不薄 乃有今日 战残不能对 又为崔玄 违约 他人皆因人以敬 为清正所自酌 亦在此邪 对约 此乃所以报陛下之大德 于是收张昌旗 同修 昌仪等 皆斩之 于义之 昌宗 昌宗天津南 逝日 袁树己从向望统南衙兵 以备飞长 收为晨庆 房荣及思理清摧 神庆细域 皆亦之之党也 初 昌仪心坐地 圣美 于于王主 获叶书其门曰 一日思能坐己日落 灭去 复书之 如是六七 昌仪取笔柱 其下约 一日一族 乃至 甲臣 至太子监国 涉天下 以元树己为奉格侍郎 同平张氏 分遣时 史记喜书宣位诸周 以四 太后传位于太子 并武 中宗即位 涉天下 为张义之党不原 其为周星等所往者 贤令清雪 子女配美者皆免之 相望加号 安国相望 拜太位 同凤阁鸾台三品 太平公主 加号 郑国太平公主 皇族先配美者 子孙皆附属籍 人量序官爵 丁位 太后喜居上阳宫 礼战留宿位 物身 帝帅百官 亦上阳宫 上太后尊号 曰则天大圣皇帝 正好 安妙宫 倌台湾 船主 炎宫 多显宫 一 爆炎 水 大 2 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 因为作者世事已经远远超过一百年 卷二百七资质通箭 卷二百八堂记二十四卷二百九 姐妹计划 数据像 其占盟大荒落二月 竟强雨斜洽 凡二年有期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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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